現在人在南投珠山 等一下要走的是從雲嶺之丘 然後呢經過草嶺 然後再走二月的時候 修復完成的149甲線 希望今天的路沒有斷掉 因為昨天寒流剛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上山 好像是一個有點可怕的舉動 因為搞不好會有什麼碎石啊 然後崩塌 然後不要再講下去了 等一下我又嗚一下嘴 反正就希望今天去雲嶺之丘的路可以順利 然後順利到草嶺 再翻到斗南 然後虎坑 然後再到嘉義 竹山有著前山第一城的稱號 在歷史上曾經是往來花東地區的 八通關古道的起點 而古道正是以這道樓梯作為開端 也是這趟前往雲嶺之丘旅途的出發站 在2022年12月中下旬 在中正跟中心兩間大學的學生會 還有社團的邀請之下 前一天先跟吃汗日常 一同品嘗風圓的美食之後 隔天繼續騎車 順著前山第一城 往南綿延的丘陵 行經草嶺之後再前往嘉義 這次選擇的路線是頭49線香道 一出竹山市區之後 就會開始緩慢的爬升 道路兩旁混雜著檳榔、香蕉、竹子、茶園 綜合好幾種台灣淺山地帶常見的經濟作物 不過規模都還不算太大 接下來就會到頭49線的分岔點 雙向道路附附附附附附附道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左邊的路會比較陡 比較長 比較長 但是兩邊都會到 右轉的這條是頭49之一線 Google地圖上也把它標註成大人洞領道 雖然說是領道 不過幾乎全線都是有雙黃線的雙向道路 里程上會比頭49線的主線還要長 但是應該相對好走很多 還可以俯瞰珠山市區 不過可能是剛好遇到寒流 在東北季風的吹浮之下 籠罩的空屋讓看出去的景色 像是被套上濾鏡一樣 接下來會再接回頭49線 從這邊開始算是正式進入大安領道 一條我覺得非常特別的領道 不只是路幅寬度跟一般的道路沒什麼差異 而且還有這片壯觀 免言不覺的竹林 來到的是沿途不斷有指標標示的大安竹海 在日本時代 由於密布的竹林 再加上竹子相關的產業發展 使得這邊的地名 從林一埔改成了竹山 跟隔壁的路骨正好稱為一山一谷 一植物一動物的地名對象 順著這條大安領道繼續走 還可以通往這兩個鄉鎮深山裡面 相當著名的溪頭跟山林溪 大安領道的主線 也是認定左邊往山林溪的方向 順著大安領道的支線 再往前一段 突然出現大大的茶葉山林的招牌 穿越一小段 像是桃園明前往桃花園般的竹林隧道之後 瞬間躺陽在一大片茶園當中 而道路偶爾還會伸間茶園跟竹林的分隔線 早年這邊被叫做董立茶園 後來因為順著地勢 層層環繞的茶樹 形狀像是八卦一樣 有了八卦茶園的名號 蠻可惜的是天氣真的不是很好 連遠方的山頭都看不太清楚 順著茶園裡面 像是八卦鎮一樣的路 繞了一圈就離開了 接下來的路段可能是沒什麼觀光客會利用 路面品質開始有了林道的韻味出現 碎池跟水坑當然是不能少的 偶爾還會出現看起來隨時會崩塌的岩壁 再搭配一些爛泥巴 在寒流來襲的天氣裡面 每一個路面回饋的彈跳震動都被放大了不少 再加上神經反應速度變慢 12公里的路程就這樣走了快一個小時 才終於到達前往雲嶺之丘的岔路 好在接著的路段鋪面好上不少 還有間歇的竹林跟茶園可以舒緩一下視覺 不過在身心已經有點疲憊的狀況下 居然發生在法夾灣被卡住的糗事 幸好是沒有倒車 否則在這深山裡面還不曉得要怎麼處理 隨著海拔逐漸攀升 越來越接近雲層的高度 接下來直接撞進了雲霧當中 來到了位在南投跟雲嶺交界的雲嶺之丘 現在來到的是雲嶺之丘 然後呢如各位所見 現在雲嶺之丘雲霧繚繞 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然後根據他的解說牌啦 他是說反正天氣好的時候 可以看到五個縣市 南投 雲嶺 嘉義 彰化 這樣四個 那第五個是誰 台南 喔好像台南 對台南 對 然後反正就在寒流的天氣 跑上來雲嶺之丘 海拔一千六百公尺的地方 跟瘋子一樣 然後剛才路幹超難騎 好啦那等一下就 繼續由草嶺方向下山 希望下一次你們有機會再來的時候 可以是一個好天氣 比起雲嶺之丘 這天的天氣狀況可能更適合被叫做沉默之丘 過剩的水氣如果有殭屍突然跳出來的話 應該也不用太意外吧 這樣子的濕度對於兩旁的茶樹農來說 可能也是豐收的象徵吧 即便已經是在竹山鎮的交界地帶 竹林依舊茂密 連路旁的圍欄都是用竹子編製而成 至於人形步道跟涼嶺 自然是少不了竹子的元素 不過這些涼嶺並不是為了造景 而是因為這邊的氣候容易下雨 為了多雨才蓋出來的 涼嶺的頂部 從三個角到九個角都有 全部加總後 換算出五圓兩角的壁級 成了這個景點的名字 翻過了分水嶺 正是進入到雲林縣之後 一連串的下坡 伴隨著石壁、草嶺兩個聚落 寬敞的柏佑道路 已經很難想像 這邊曾經是921大地震時的嚴重受災區 當時還造成草嶺地區的蓮外道路中斷 讓附近幾個聚落要往來雲林縣的話 只能繞路經由南投縣的竹山 其實從地理環境的角度來說 草嶺往來竹山的交通本來就比較方便 只不過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 因為一連串的事件 才讓草嶺劃歸到雲林縣的峽下 讓雲林縣的最東邊長出了一個尾巴 先到149甲縣貫穿了整個草嶺地區 一路往西北走可以到斗六 往東南走則可以到阿里山山區的萊吉跟泰河 雖然串連了幾個風景區 不過全線貫通的時間 卻是一隻手數得出來 抵達149乙縣的岔路口時 左轉下來的車子更是少得可憐 在921大地震過後 149甲縣因為山崩而中斷 短短三公里的路 卻因為雲林縣政府財政狀況不佳 而遲遲無法修復 一直到2019年才終於發包重建 同時打造了4座新的名隧道來閃避落石 水泥修氣的路面 應該也是擔心柏油被壓壞的話 大型機具不容易進來修補 不過抖下坡配上髮夾彎 再加上水泥路面的震動回饋 騎起來既不舒服又膽戰心驚 再次見到柏油鋪成的路面 是準備過河的清水溪橋 清水溪是濁水溪的支流 最上游可以直接到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裡面 流到草陵一帶 旺盛的下切粒像是刀對豆腐一樣 直接在河床上裸露出堆積了千百年的岩層 往上望則是垂直挺拔的峽谷 接下來上坡的路段 髮夾彎變得更急 坡度也變得更陡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多數車輛反而捨棄這條 比較直接的149甲線 選擇該走149乙線 經由南投線之後 再回到雲林線境內 一連串的髮夾彎 也讓大型車直到現在 都還是進行清水溪谷 最後接回線到149線 兩側眾多的檳榔樹 就像是在迎接旅人正式進入雲林線一樣 然後轉上香道雲212線 在日暮時分來到山腳下的劍湖山 距離今天的目的地 中正大學已經剩不到一個小時的路程了 這幾年經過眾多制式的奮鬥 再加上國際媒體的推波助攬 交通議題慢慢被重視 更多人注意到潛藏在生活裡的危機 認真想起來 考到駕照9年來15萬公里的行駛里程 只有發生過5次車禍 可能是自己敏捷之已經點滿 但是更多的應該是幸運 加上出國旅遊時的觀察 知道哪些道路設計是危險的進而散逼 進入校園分享 希望在這個駕照考核 跟實際用路狀況差異過大的環境裡面 可以提前準備好自處之道 更期盼的是 有更多推動交通改革的能量 好啊 你要在哪邊拍 在外面好了嗎 在外面 就大門外面 那我們出囉 拜拜 拜拜 風險洞 廣告一下你的那個 廣告什麼 YouTube 你是廣告的三小 它裡面是包什麼 薯餅 超薄的 熱量 你在拍美食不好 哈哈哈哈 要換一下跑道 所以左邊這個是菠蘿包 哦 你這個就是一般的漢堡 對 這是什麼觀光課行程嗎 蛤 我覺得來當觀光課的啊 你是在地學生 在中正大學的朋友家休息一晚 來這間早餐好樂 享用我們的早午餐 菠蘿好像指的是因為它麵包上面那個 坑坑巴巴的樣子吧 菠蘿就是鳳梨啊 對它就是鳳梨啊 然後我們在鳳梨田旁邊吃菠蘿麵包 笑死 剛好 我們應該把這個 麵包跟外面的 鳳梨田排在一起 有什麼 異性照 外面鳳梨田 然後裡面是菠蘿麵包 正是踏上北返的路途前 在這車子隨便騎都可以聞到鳳梨香味的原野 還是要幫車子留個一把 鳳梨大學的外號真的是名副其實 整間中正大學幾乎是被鳳梨田給包圍 房舍中間的空地 好不浪費的種滿鳳梨 而且還有一種特殊的結界 離開中正大學周邊之後 鳳梨迅速的從農田上消逝 取而代之的 則是在寒流來襲的12月 還在恢復地利的稻田 行經雲林縣 赫然發現田裡面出現像是 切開的壽司捲的擺設 原本還以為是某類型的地景藝術 插樂才知道這些把稻草捆綁成捲的樣子 是為了要減少稻米收成之後 焚燒稻草帶來的污染 把稻草捲收集後拿去餵牛 或者是給漫藤類作物攀騰 讓以往沒什麼經濟價值的稻草 發揮其他衍生用途 繼續往北 穿梭在紅色剛垢的西羅大橋 在日暮時分橫跨彰化平原 最後在燈火的陪伴之下 沿著台74甲線越過八卦山 抵達這趟行程的第二間學校 台中的中興大學 為寒流之下的三天旅行畫下句點 我這一次竟然還注意到 原來那邊是一座橋 那那裡原本還有天鵝跟鴨子 然後還是 沒有對 因為鴨子有情有感 然後感染者 然後衛生局就說要把他們殺 撲殺 然後我們說不是啊 你應該要殺鴨子啊 他們說鴨子殺不到就殺你們的鵝 然後就把鵝跟鴨 為什麼鴨子 鴨子殺不到 有天鵝有天鵝 所以他們就決定把我們 養的東西都滅掉了 慘 這下面那個水 你看說那個池水 也花了好幾億去弄 在那邊把它去優氧化 然後就根本沒有用 然後下個魚 這裡就變得跟奶茶池一樣 它就變得完雲 你去看天池更慘啊 南河那天池是什麼鬼啊 整個是綠色的 綠色的 超噁心 還沒全段通車有去過一次 就很失望耶 沒有我真的超後悔 幹我爬那麼多樓梯爬上去 對啊 爬那超累 爬上去爬下來就一個小時 然後什麼都沒有 就一個綠色水池 還沒這個大 我一本還以為那個階梯爬上去 到底就沒了 幹後面還有一段 瘋了 而且後面越難爬 而且後面越難爬